本益比越低你的成本就越低 这样的话风险就越低 那当然如果是价值投资 如果我们刚刚的三档股票台积电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石威跟EDI 那如果以这几档来讲的话 只要它是好公司 适合价值投资 你都完全不去看它的技术面 或者是筹码面 去判断一个进出场的时机呢 做股票有非常多种方式 像筹码面或技术面 它们假设的事情是什么 技术面它假设就是 未来价格的走势 所以你是在赌走势 它是属于一个短线的方式 那筹码面是 我在赌某些人 他知道一些不知道的讯息 然后开始买入了 某些大股东 某些分点 对不对 那这几个技术跟筹码 它都是以短线为出发点 既然它们是以短线为出发点 像它们的操作逻辑 跟长线就不一样 所以价值投资 是其实不太care的鞋 你要care的是 这间公司它现在值多少钱 便不便宜 对 这价值投资 是要注意的地方 是 如果说要了解说 这个公司值多少钱 那它的背影比到底如何 听说可以用河流图 来抓出来对不对 河流图的重点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像以前这种 前两年台积电 它冲到这个时候呢 它就所谓的 本益里面过热到30倍 30倍的话你把它 算过来以利率来算 大概3.3%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等会买在最高点 但是套在最高点 那到这里掉下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 比较没有那么热了 那在使用河流图 跟本益比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就是利率 利率越低 本益比后面可能就会 拉越高 那现在升息嘛 因此它本益比 一定就会被调整 对它就一定可能会 持续持续的调整 这边就是要注意一下 莱浩斯 刚刚你有讲到的 两档Eating跟徐薇 那我们有特别抓出 它的本益比河流图 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它现在是在 蓝色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目前是适合 进场的时机吗 我们在用本益比河流图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是 一个是 它是在过热 还是比较偏等的地方 第二个是它的绝对数字 那你可以看到它因为 它接近一个比较蓝色的地方 所以它现在偏冷的嘛 第二它的绝对数字 大概是本益比 大概是11 11到13这个区间 大概11左右 11倍本益比就表示说 假设它现在获利不变 未来获利也都不变的状况下 你持有11年 报酬率就是1倍 所以如果你买在 本益比30倍 当获利不变的状况下 你要持有30年 才能够赚1倍回来 对 所以本益比越低 你的成本就越低 这样的话呢 风险就越低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在怡顶就相对在低点 对 对 像石威也一样 石威它有一阵子的时候 到比较接近过热的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它那时候是红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 很多人其实 他看到股价高 他就去追它 但一旦 这个是因为它没有估值的概念 一旦过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风险真的会很高 所以你用合流图来看 你就不会去碰这边 那当它趋近于相对低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绝对数字来看 它大概就是10倍左右的一个本益比 那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 如果 它的营收仍然是成长 那这样风险还会更低 为什么 因为相对低的 本益比合流图 搭配营收场 代表它未来的获利 还会逐步的提升 这样子 我跳出呼叫 哪,哪,哪 哪 都在现在 和下 之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